高齡化的社会进入老人照顾老人的时代 新北市政府从101年开始 推动银法俱乐部以及老人共餐 在市府 公所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的努力之下 逐渐遍地开花 为在板桥的市边头社区发展协会 每个月固定举办一次共餐 志工们身穿粉红色的制服 在锅碗瓢盆之间穿梭来回 准备着百人共餐的料理 不情愿的人绝对不会来 大家都发心才有来 因为这个这是法族 我们自己内心的丸丸 这样出来做才有丸丸 你如果去用笔笔出来 做得不像不快乐 炒着素食料理的主厨林永松大哥 自己本身也是素食者 看着他利落炒菜的模样 很难想象他曾经做过换心手术 最危急的时刻连心跳都停了 已经不跳了 那这样危急不危急 心脏已经停止了 我还倒胖腐来维持等待心脏 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条命 在这里既然有这条命就是 我们的兄弟可能有重要的论路要给我们做 所以我们身体健康的话就要走出来为大家服务 从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 林大哥决定投入志工行列 做一天算一天 贡献一己之力 另外一位志工林金中大哥 从社区发展协会创立之初就加入了 可以说是看着协会慢慢长大 近年来发展协会配合政府的共产政策 他也全力参与 并且担任葷食的主厨 用美味的料理照顾这些老宝贝们 快乐就是说 我不配你 因为最爱做就是快乐 你做的时候 觉得不累了 很欢迎 不过要应付这么庞大人数的共产活动 不能只靠着热情 市变头社区发展协会订立规章 明定讲诚规则 并且透过专业的志工训练 才能长期的稳定发展 一直到今天总共有40多位志工 大家分工合作完成任务 一次两次三次没有来 我们都有一个规则 三次没有来我们就把他说 你要记忆警告 两次三次 三次以后我们就可能要把你退出去 但是也没有人这样子犯错 讲真的 我们做那么多年到现在来 我们定规则是规则 真的执行没有这样子 也没有人去犯这个错 共产生 甚至说我们申请这个官法祭典之后 还有园华族俱乐部之后 我们还没接 还有而且我们还有培训 这个基础性跟特殊性的志工 我们这里自己分担 所以说我们这些志工 我们没有办法放成这么成功 对 非常感谢他们 纪律化的管理 加上志工无私奉献的心 才造就四变头社区发展协会 惊天鼎盛的样貌 也为社区的长辈们 提供在地安养的好地方